这是我见过最强的武器 众所周知我的世界新版本更新了众多物品 其中最特别的 就是新武器重锤 当高处跳下击中敌人可以带来更多额外伤害 高度越高伤害越大 当初就只等武器排行榜第一 而今天老哥就要利用它 一击秒杀所有生物 包括三大首领 首先为了获得重锤 老哥得去到试炼密室 由于刚刚更新的事物 老哥也不清楚具体内容 唯一的方法 只能在洞穴中寻找机会 中途还发现新出的沼泽窟窟窿 被射中会被附加中毒效果 随后老哥继续寻找 过了40分钟后依旧没发现 于是他找到制图师 利用绿宝石交易出地图 这样就能锁定试炼密室的位置 不过前提还得刷出试炼地图 而目前老哥离基地距离太远 拿不了能刷交易物品的资源 只好附近就地取材 先是收集两组纸 将村民的交易等级提升 紧接着还需要升级一次 老哥又去收集了沙子石头与煤矿 通过烧制获得玻璃 这样就能与村民交易 刷出试炼地图 不过还差一个指南针 好在村庄中有个移动的体 再去到矿洞拿下红石 这样就能制作出指南针 成功获得试炼地图 通过一步步摸索 确定了密室位置 随后在激烈的争斗下 获得了一把试炼钥匙 这样就能打开试炼宝箱 这一次只获得了普通的物品 并没有中锤出现 老哥还发现有两种不同的箱子 甚至还有神秘旋风人 为了不再迷茫 于是他查找资料发现 需要在哨塔内获得不祥之品 这样才能在不祥刷怪龙内 获得不祥钥匙 打开制作中锤物品的宝箱 说罢老哥就在主世界寻找哨塔 只击败了掠夺者队长 就获得不祥之品 不过不祥宝库开到沉重核心几率十分小 老哥又收集了几瓶不祥之品 片刻后老哥喝下不祥之品回到密室 目标是击杀刷出的僵尸 而不祥钥匙只有30%的概率出现 所以老哥得在这几个刷怪龙中 不断消灭怪物 只不过消灭了这么多怪物 不是给食物就是给药水 知道 这次的不祥之库并没有获得沉重核心 老哥立马继续开刷 好不容易获得钥匙 开启后依然没有出现 很显然能获得它的概率仅有7.5 没有办法的它只好继续开刷 不断地打开宝库 直到三小时后 重锤合成关键终于收集完毕 再将旋风棒与沉重核心放入 这样重锤就成功到手 虽然标注只有6点伤害 但这并不是它的极限 现在老哥要击杀80多只生物 首先从简单的开始 绵羊 与小鸡与牛 以及流浪商人的羊驼与本人 接下来的时间 老哥疯狂一击秒杀普通的怪物 只要碰到啥就秒杀 简单的生物完成后 来到海底生物 首先是鲑鱼 为了防止鱼在水中乱游 老哥将它放入坑中 这样难度大大减少 所有鱼类也就易如反掌 不过还需寻找到 热带鱼与河豚的踪迹 来到珊瑚海中抓走了宁末 而由于不能抓 只能利用翘翅从天而降 刚好附近有座哨堂 顺便把掠夺者消灭 接下来他去到下界 准备消灭地狱生物 首先第一位是猪灵 再往下就是猪人 虽然周围都是猪人 但好像似乎不会引起他们的仇恨 下一个要找到赤足兽 下一个是岩浆史莱姆 老哥搭到一定高度 从天而降的锤子 不断攻击 直到史莱姆不能再分裂 最后一个就是凋零骷髅 直接轻松消灭 紧接着老哥返回主世界 准备寻找到山羊 下一个是待在陆地休息的海灰 直接被老哥送回老家 同时还达成使用重锤一击 造成50颗星伤害成就 但对比后面的简直就是小题大作 下一个要击杀的侍郎 虽然老哥不是很忍心 但因为挑战只好下手 经过这次老哥越战越勇 北极熊 沙漠之海的航船落脑 小小莫隐买 以及一些普通的怪物 还有熊猫鱼野生的羊駝 B.20才更新的球鱼 最后两个是普通村民与僵尸村民 至此 简单的生物就大功告成 这样就能来到普通难度的生物 第一个村民守护者铁回来 他的生命值大约在50颗星 这样就得搭建一定的高度 下一个是猫咪 喜欢小猫的人可以把目光移开一回了 下一个是会飞行的蜜蜂 好不容易找到 搭好高度正准备跳跃 蜜蜂又飞行到另一处 转过头来老哥并不用大费周章 只需一个小高度 即可消灭蜜蜂 再解决会飞行的鹦鹉 紧接着老哥又回到哨塔 击杀小队长获得不祥之招 消灭突袭团队 首先第一个是威道士 巨型敌对生物劫掠兽 然后是女巫 但他移速太快 让老哥好几次都扑空 不过最后女巫还是没逃过重锤出击 但目前老哥觉得打个女巫都有点费劲 就决定离开突袭 去消灭其他生物让自己更有经验 于是他来到丛林 寻找小概率刷出的暴猫 紧接着他来到沼泽地带 这样就能消灭青蛙 目前老哥手感很好 打算对海底神殿下手 他尝试用拴绳拉住守护者 但并没有卵用 从高处跳入海中 依然对守护者造成不到威胁 他只好先放弃 来到沼泽地寻找史莱姆 不料发现新出的沼泽骷髅 省去寻找的时间轻松拿下 下一个就是野生史莱姆 随后他来到树林中 打算寻找到狐狸 No, that's a pumpkin Oh, yes, fox If I throw this guy at the maze Oh my god That is the most powerful fox in all of Minecraft Wait, no Give me my, give me my mace back My mace 接下来他信心爆炮 准备消灭墨地的生物 首先就是最简单的墨影人 紧接着他找到墨地城 利用潜影背的漂浮攻击浮空 但奈何停止不了 老哥只好自己搭建高度 这样潜影背就成功被消灭 在返回主世界时 老哥看了眼死亡名单 觉得这些高生命值的首领一击绝对死不了 完全因为目前重锤还不够强大 对付肉的根本打不动 而下一步要做的 就是刷出神秘属性附魔书 幸运的是 其中两本可以在附魔台中获得 分别是新出的密度属性与锋利属性 能大幅度提升重锤的伤害 不出片刻就刷到密度5的属性 而锋利老哥打算后面再附魔 此时重锤还差一个属性 那就是新出的狂风 他只能在密室中获得 幸运的是老哥刚好刷到过 附上魔后立马来试试效果 现在攻击后会自带弹跳效果 如果把握好时机 就能不断弹跳攻击 非常致酷炫 既然武器变得更加强大 老哥就去到下界横着走 甚至旁猪兽都一击毙命 要知道他的血量高达20颗星 下一个是发光鱿鱼 统统轻松消灭 紧接着老哥把驴牵到马的旁边 分别驯服过后 投喂金胡萝卜进行繁衍 生出了新生物螺子 不过他刚出生就被老哥消灭 实属可怜 接下来的幸运是海豚 老哥利用栓绳带到岸边 再用风弹完美配合 至此 大部分容易找到的生物都已完成 接下来就是蘑菇牛与秀探兽 首先老哥来到海底不断用刷子 考古着秀探兽的踪迹 片刻后秀探兽没找到 反而发现了更难找的蘑菇岛 这也就代表着 紧接着老哥继续考古 这一次得到了幸运女神的倦骨 成功地挖掘了出来 现在只需要等待他破壳 老哥的邪恶计划才能实行 既然武器得到了加强 老哥也觉得是时候消灭 突袭团队的其他生物 目前还剩下幻魔狮与怒鬼没被消灭 新一轮的突袭到来 老哥也发现了目标 瞬间将其斩杀 现在已经完成了62个生物 还剩下18只 越往后难度越高 老哥先拿上墨影之眼 前往新的地下要塞解决渡虫 再去到海底神殿 虽然在水中很难击中 但老哥在海底建造了一个传送门 通过勾引与助推将守护者送入下界虚空上 这样就能轻松将其斩杀 最后一个普通难度的生物 洞穴之珠 找到它的最佳地点 就是在试炼密室中 Let's go 顺路将旋风人一同消灭 这样普通难度的挑战大功告成 接下来是困难生物挑战 首先是飘在空中的恶魂 而位于下方的更好攻击 老哥发现从高处直接落下 利用狂风属性能得到降落缓冲 不受到伤害 非常方便 下一个是猪灵满兵 目前一切都非常顺利 下一个要击杀的是变异旁猪兽 老哥偷偷从背后牵住带回主世界 利用高处直接消灭 忽然发现不远处的蝙蝠 刚好可以一起收集 不过蝙蝠拥有灵活的飞行 加上四周众多怪物 让这本就不容易的刺杀更加困难 而老哥认真了起来 把握住替换时机 只要按照这个思路 飞行生物就能轻松拿捏 比如换一月灵与怒鬼 首先老哥来到少塔 将月灵解救出来 这样就能轻松消灭 接下来的怒鬼 老哥又返回村庄 快速地打完前几波 等到怒鬼诞生后 一个回旋跳帅气消灭 完成后老哥开始撤退 换翼的出现需要长达好几天不睡觉 在此期间老哥一边等待换翼 一边等待雷暴天气 不出片刻换翼出现 在自己搭建的平台下 轻松将其斩杀 现在只需要等待雷暴天气 三个小时后 雷暴天气来临 老哥立马用引雷朝蘑菇牛扔去 这样又消灭一只新生物 紧接着趁着下雨 还需消灭闪电爬行者与骷髅马 老哥通过飞行 轻松找到爬行者并消灭 时间非常紧迫 但雷暴天气不等人直接停雨了 不过在以往的视频中 老哥捕捉了两只骷髅马 其中一个非常稀有 而普通的则被消灭 在杀了76只生物后 现在只剩下四位首领 难度可以说非常之大了 老哥打算先从远古守护者开始 找到目标生物后 先将空间封闭 再利用海绵吸干水分 凿出空间搭建传送门 再下届机岩上准备围墙等工作 再将远古守卫者推进去 老哥也开始最后的工作 第一个首领完美解决 而下一个让老哥畏惧的寻生守卫 因为他很有可能会终结老哥的极限模式存档 为了防止意外发生 老哥得提前做些准备 一个会不停制造噪音的装置 是个非常有效的诱饵 众所周知寻生守卫有500滴血 或250颗星 所以的搭建的很高 紧接着拿上不死土塔 就可以去找寻生守卫了 把守卫吸引过来后 一切按计划行事 开启噪音装置 老哥快速飞到上方 守卫也被噪音所吸引 接下来就是天降正义 第一次应该打了一大半状态 而老哥也被守卫打成一颗星 非常惊险 接下来只需再来一击 就这样寻生守卫被两锤做掉 甚至没有受到摔落伤害 最后两个首领 虽然没守卫这么凶残 但还是有难度的 老哥打算先对凋零下水 收集了灵魂杀 再来到凋零骷髅猛场 拿走已经储存的头颅 再去到没有生物的位置 根据资料显示 凋零拥有一百五十颗星 如果老哥没有一击秒杀 那么凋零就会跟着老哥飞 存档也会被凋零打没 搭建好高度后 准备激活凋零 老哥一机将凋零消灭 差点就失败了 非常的极限 最后一个世界的终结者 墨影龙 老哥拿上墨影水晶 来到墨地复活墨影龙 而墨影龙的诞生 也让老哥辛苦建造的星球被破坏 现在只需要在高空中 等待墨影龙栖息 这一次非常可惜 被墨影龙翅膀扇到旁边 好在有不死无疼 否则存档就消失了 片刻后墨影龙重新栖息 仅用一击就将墨影龙秒杀 重锤的伤害无法想象 就这样用重锤秒杀所有生物完成